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在睡梦中离世 卫生总监呼吁民众不要胡乱揣测试音 邓家楼州议会通过1951年海归法案 明年6月1号起全面禁止售卖海归蛋 为令者将面临高达最高25万令吉的罚款 我国和新加坡的陆陆关卡将跟随马兴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同步在本月29号开放 新加坡冒公布指出 两国政府就跨境安排的讨论 取得良好的进展 并会在不久之后公布更多的详情 而我国外交和我国交通部表示 在马兴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下 从新加坡前来我国且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 入境时不需要申请和隔离 我国交通部发文告指出 根据马兴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来自新加坡的旅客 必须使用新加坡张仪机场和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指定通道 每天会有6个航班服务 分别由亚航、亚洲捷星、马航、马印航空公司、库航和新加坡航空公司 各运营一次 同时旅客不需要申请前往我国 因为入境程序会在抵达时处理 而且不需要向我国移民局申请MyTravelPass 虽然这项计划下抵达我国时不需要隔离 不过旅客必须确保在入境我国前 在新加坡都留至少14天 并且在出发的两天内进行逆转入聚合煤电反应 RPPCR检测 和当旅客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 将被安排到指定的等候区等待病毒检测结果 假如证明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就可以离开机场 另外在这项计划下 入境大马的旅客也都必须购买至少保额10万令吉的新冠旅游保险 民众可以浏览大马移民局网站 获取更多有关入境大马要求的详细信息 疫情消息 我国昨天新增55例包括羁押病例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29892例 我国在发现88例变种毒株病例 全数为data变种毒株 卫生总监丹水龙上发文高指出 新发现了88例变种毒株病例 雪兰儿占据多数共19例 接着是P例17例 森美兰13例 柔佛9例 吉兰丹8例 吉达7例 登加楼6例 玻璃市4例 吉隆坡3例 马六甲2例 目前我国的关切变种毒株病例 累计3898例 其中3658例 为data变种毒株 β226例 α14例 至于关注变种株 病例则累计20例 其中data占13例 GAP4例 β3例 昨天新增了55例死亡病例 有9例属于送院前死亡 累计6045例 数据显示 沙拉维通报10例死亡病例 居全国之首 其次是登加楼8例 吉达6例 其他邦州和指甲区 吉兰丹6例 雪兰儿6例 柔佛5例 霹雳4例 马六甲2例 森美兰2例 吉隆坡2例 彭亨 波里市 和沙巴 各1例 冰城 纳米 吉布城 则没有通报死亡病例 目前 活跃病例增加565例 到67358例 其中 78.4%或52,820人 居家隔离 12.1%或8,180亿人 入住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8.6%或5816人住院 278人 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263人 需要使用呼吸器 卫生部传统 与辅助医药局副总监蔡高茂 日前被发现在睡梦中离世 由于死者生前没有任何病痛 加上本月初 才刚接种疫苗加强剂 结果引起网民的议论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药表示 蔡高茂的确实死因 还在调查 呼吁民众 不要胡乱做出任何揣测 诺医药在脸书发贴文 对蔡高茂日前在宣言中 逝世表示哀悼 诺医药强调 卫生部还在调查蔡高茂的死因 希望各界在调查结果出炉前 不要推测蔡高茂的死因 并且尊重死者家人的隐私 他也透露 蔡高茂是在本月9号 接种加强剂 之后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副作用 而蔡高茂也如常上班 直到本月16号 蔡高茂生前是兼聚中西资格的医生 并任职卫生部 是诺医上的下属 设为传统与辅助医药局副总监医职 早年在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 取得中医博士 之后再到克里米亚国立大学 取得西医本科资格 通北季后风的降临 使得国内各地频频暴雨成灾 加上目前五国正面对新冠疫情 使得救灾工作变得更具挑战 因此所有参与救灾工作的消毒人员 将优先接种疫苗加强剂 也降低他们在执行任务期间 感染病毒的风险 消灾局总监的特殊 穆罕默哈曼补充 消灾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最容易面对感染病毒的风险 因此他们将优先接种加强剂 而该局也将确保消灾人员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必须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目前全国已经有98%的消灾人员 完成疫苗接种 只有2%的消灾人员 因为健康问题而没有接种 马六甲州选举投票日 进入倒数季时 112名候选人抓紧时间 跟在今天剩下的竞选期里 积极拉票 争取获得选民的支持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丹旭·安纳莫斯表示 在这次的马六甲州选举 所有政党在竞选方面 都获得平等的空间 安纳莫斯表示 参选的各党候选人 在竞选的方式上 很大程度取决于 他们的创造力 而这次的马六甲州选举 执政政府的党派 也相当自律 因为没有牵涉任何政府机构 和官方活动 这让执政党候选人 反对党候选人 以及独立人士之间 拥有一个平等的竞选空间 政府早前同一本台 播放各党候选人的宣传海报 和个人资料 也为他们提供公平的宣传平台 进而增进选民 对各候选人的了解 此前 安纳莫斯也说 人民有权利取得足够的资讯 而政府也有信心 人民可以成熟的做出评估 国盟宣布 马六甲州首长的人选 来自土团党 深圳丹荣达拉 州选区的首相署副部长 或国盟推举为马六甲州首长的人选 国盟主席丹西莫奎定指出 这是我国首次有女性被推举为首长候选人 莫奎定指出 国盟总是给予任何人机会 无论男女 只要有能力都可以被委认为重要职务 而这也是马六甲首次推出高素质 年轻以及拥有丰富经验的女性首长候选人 国盟妇女组认为 马六甲州首长候选人 是对女性最大的认可 并肯定能够为国盟在这次的马六甲州选举的竞选机器 注入强心计 同时有信心 假如国盟获胜组建州政府 马六甲州政府将能肩负起责任 并且会全面奉献以及落实联政 马六甲州首次 目前为马日丹纳区国会议员 他在这次的马六甲州选举 上阵当荣达拉州选区 和支持马日丹纳区国席旗下的五个州议席之一 也是巫统的堡垒区 平城警方指出 日前不幸坠机 罹难了大马皇家空军上尉 穆罕默阿弗里 经过法医解剖检验证实 死因为多处受伤之命 目前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为猝死 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两名技师分别为死者穆罕默阿弗里上尉 以及伤者穆罕默法律上校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他们在星期二晚上 从北海空军基地起飞 并进行一个小时的夜间飞行训练 事发时 两名飞行员利用弹力衣 成功击破飞机的挡风镜跳脱 不过穆罕默阿弗里上尉 一位受众伤当场丧命 滨州总警长的德穆罕默苏默指出 法医接铺检验证实 死者的致命伤是因为空难 致呈多处受伤 至于受伤的穆罕默法律 目前还在施步狼在野医院 接受治疗 因此警方还没有向他录取口供 保育工作仍仍有责 登加楼州议会一致通过 1951年海归法案 明年6月1号起 全面禁止售卖海归弹 任何违反这项法令的人士 将面临高达5万令吉 到25万令吉的罚款 中文字幕提供 根州行政议员阿斯曼指出 该州政府采取严厉措施 全面禁止售卖海龟蛋 主要是保护濒临绝种的海龟 他补充 州政府在修订法案之后 将成立海龟保育信托基金 以转开各项保护海龟的工作 通过2021到2030年 达马创业生态路线图 我国将有望在2030年 成为全球创业生态系统 最强的20个国家之一 科医部长的特殊阿德汉巴布表示 当局在征求超过300名 生态系统业者的反馈之后 制定了这份路线图 以作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指南 科医部相信 随着2021到2023年 达马创业生态路线图的推出 我国有望在短期内 进入亚洲五强的位置 并在2030年成为高科技国 阿德汉巴布是在为2021到2030年 达马创业生态路线图 主持推介礼时这么表示 他还说制定这份路线图的目标 也是为了提高国内的生产总值 以制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提高核心科技领域投资 为了促进我国的数码化经济 首相阿德汉伊斯曼沙比 呼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展开合作为国人带来福祉 提供数码化的服务与传递 从而协助大马更有信心和做好准备 迈向数码经济前进 通过预录视频的方式 为国民投资公司举办的 数码股票周主持推介 首相说通过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合作 我国将在更有信心和做好 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迈向数码化经济 首相也呼吁民众积极参与 从本月17号开始至23号举办的 2021年数码股票周 以提升金融知识 外交部长的杜塞福定指出 尽管在新常态下 数码化的社交方式 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但他强调 这并不能完全取代 传统的面对面外交会谈 多数码一 我相信 甚至在后期的 风筝质 似人们们们想到 你能够赏时间 才能够赏空 力量和资源 单独自宿 但当然 有所在的 叙论 你却只能够 移动 塞福电视在吉隆坡外交及国际关系学院出席一项活动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尽管面对面交际已经不再是疫情下主要的外交方式 但对于某些情况以及增进良好关系 依然需要线下的面对面交流 教育部在全国拥有87所技职学院 为学生提供技职文凭或证书课程 而学选的人数更是高达8万人 政府设下目标也就是技职学院的学生 在毕业之后70%可以受聘成为技术员工 20%继续深造 以及10%成为年轻企业家 教育部副部长 是在见证教育部技职组与顶级手套签署谅解备忘录仪式后 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根据技职教育与培训毕业生追踪研究报告 截至上个月31日有98.3%的技职教育学院学长在毕业后受聘 或继续深造 甚至有的还成为年轻企业家 马罕顺表示 该部相信在于顶级手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有助加速政府与私人界的合作 强化本土技职教育与培训 联邦指教育部长的德西·夏希丹指出 吉隆坡15倍石口特路 展开的38层楼高大型发展项目 属于私人发展项目 且符合技术规划的需求 因此政府没有全力阻止有关项目的进行 基于这项发展项目的建设工程 导致该区造成严重交通拥堵 因此遭到当地民众的投诉和反对 不过 夏希丹在国会回答五级缅登须 国会议员的提问时表示 有关的发展项目属于私人土地 而且已经获得批准 因此政府不能阻止这项发展项目的进展 以上是季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We'll see you 感谢观看